你看我能不能在你这个蹄花餐吃个自助 就是蹄花让我随便吃 给你一口价了多少钱你能同意 行行行 200块钱就吃吧 200块钱随便我吃 你先给我来个100块钱的三份 只要新都有自助天下处处是自助 兄弟们我来成都了 听说成都是美食之都 现在正好是夜宵时间 咱们逛逛成都的夜市 看有什么样的美食继续包摊吃自助 成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晚上好多吃的 都是摆上的 你看前面好多 看到一个大哥在卖这个蹄花兄弟们 大哥这个蹄花怎么卖的 30块钱一份 多少钱 35块钱 35块钱一份是吧 一份是一个还是半个 一个 一个有多重 8两左右 8两左右就不到一斤 我能看一下吗大哥 行 咱们看一下都是蹄花 它直接等下 就是一个蹄花就是一只 一个蹄花也是 大哥的蹄花兄弟 可以得好买过 我还有豆子 幸亏我提前看了一下子 一般人能吃几分 大概大哥 他就得吃两分 大哥我给你刷了个事行不行 刷刷 我是录美食的 你看我能不能在你这个蹄花摊 吃个自助 就是蹄花让我随便吃 给你一口价多少钱 你能同意 行行行 你可能听明白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蹄花让我随便吃 我给你一口价多少钱 你能同意 行 多少钱 多少钱 随便吃吧 对 蹄花随便吃 我不吃你那个豆子 蹄花随便我吃 给你一口价多少钱 你能同意 200块钱你随便吃吧 你还有多少个蹄花 十几个 可以 但是那个豆子我不吃啊 豆子我不吃啊 光吃蹄花吧 可以吧 可以我就成交 200块钱随便我吃 随便吃 超过200块钱 我也付200给你啊 如果我吃不到200块钱蹄花 我补200给你 你先给我来个100块钱的三位 我先给你摇上吧 大哥你觉得我俩心有希望于 不知道是吧 我以前最多吃蹄花 我刚才我吃了十五份 就一个的 哈哈哈哈 这是鸡汤吗 不是鸡汤 猪脚汤 都是你自己炖的 嗯 哇他这个好意识识识 你不要放汤了 不要放汤了 一会儿喝不了 别浪费 对对对 汤喝不了 浪费 你喝不了 我也不要倒了 没事 他没喝一杯 那可以了可以了 别搞汤了 首先你得先把钱给大哥 来 少了 我先少 你要海椒不 这个辣椒 辣椒酱 比较好吃 先去挑上啊 二十多年了 都做蹄花 嗯 为什么你们这边这么多人 白菜卖蹄花呢 他最喜欢吃了嘛 实际上他喜欢吃蹄花 来到成都 尝尝本地的特色蹄花汤 三十五一份 三份已经是一百零五 还有九十五就回本啊 兄弟们 嘿嘿嘿 三份对我来说跟玩一样 非常的软 这是一整个的 很大 这个肚子都不小 我腿的 我腿的 这是前转还是后脚 大哥 那是前脚 前脚 看见没有 这份我没事让他放汤 都是特别大 你看 入口气化 看见没有 这种特别容易下肚子 这是大哥给我配的这个酱料 他说要蘸着这个酱 我不能吃辣 估计有蒜汁的 你们看着啊 来尝尝 先尝尝这个汤怎么样啊 里面有姜片 一点这个意味都没有啊 这个猪脚的这个香味都喝出来 你看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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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蹄的兄弟们 好软 哇哇哇 基本上就是入口气化的时候感觉 特别软 这种东西你吃了不会腻 我觉得 哇哇 嗯 嗯 好嫩啊 这个火候 这个可以说 掌握的相当完美 基本上就是入口气化 本来我是准备蘸点料 但是这 我感觉这个太软了 好吃好吃 好吃 我都能吃完 你吃完 你吃完 这个大哥听说话挺大气啊 兄弟们 好玩啊 就是说不拿钱也 该叫吃饱都吃饱 对吧 不拿钱也都让吃饱 对啊 香味就是原食 哇 大哥有科技啊 兄弟们 是吧 真的 他这些我说都不理 但是现在生活上骗了 他吃饱 你还有骗人呢 有 哦 第一份吃完了 兄弟们 三口两口就下肚子 哈哈哈哈 我想我在北京一拉一米 我在特残卖买票 他乱撞出特货了 来 我给他牛肉的钱 啊 他叫我回去,他马上给我拿黑 你说三二十字的话可以 他朋友和战友在那儿,我就在北京中小的战友 我前面走,我前面走 他叫我回去,我说打电话问他 拿回了 我看他咋回事,出你好没有事情 他说你打错了,我说你笑的 我刚才不是你,在我这儿拿钱 我问你那个事出你好没有 他说你打错了,你打错了 来兄弟们,第二个一整个看 哇,你看这个肉是甩的 这样都不敢拿掉,拿掉的肉一掉,你看 看看掉了吧 我去 这真的是入口计划,哇 这个骨头自作的往下面掉 哇 真香 第二个清清清清清清,真的很快 而且入口就化,一下子就是一整只,一下子就吃完了 哈哈 第三份也是轻松难捏兄弟们,跟四丫份一样 哈哈 大哥你别急,大哥你别急,我等下我弄好 你别急,他都破不清了再给我拿 好,就是说这个清清清清很开阔 那么还有多少个,你吃吧,水面 大哥给我弄了四个,兄弟们,已经占了 我用这个袋子来吧,要不然的话它这个东西确实容易带油 看看兄弟们,看看,全部都是占的,我去 哎呀我去啊 啊 都一起捞给我吧 一个就九个 嗯没事 两个就两个 两个我就多吃了三个 多吃了三个 多吃了一百零五块钱对吧 哎算了算了 我说了叫你吃就吃了 哈哈哈哈 走啊 叫他吃哈 坐坐坐聊会儿吃大哥 来坐这聊聊会儿 行 不光吃来来来来聊会儿 大哥今年每五十岁吧 四十多岁吧 我七八年了 四十九四十四十五了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啊 真是看不出来 我上一般回身体 熬到一半 每天几点钟出来大概 九点钟 百到六点吧 一天咱们能卖多少钱大概 一千八块钱 今年不行了 今年超了我都卖钱多块钱 然后加上去块就将决两千块钱 能卖两千块钱了 哇厉害啊就是吧 十个年的存款有没有一百个 差不多 一百个 一百个 答不了 有 我吃了九个提花是吧大哥 是九个吧 九个 九个提花如果单卖是三九两百七 三百一十五 你是亏了是一百一十五 不存在 来我跟你说不存在 这个我答应了说叫你吃东西 你现在几点钟了 大哥我带了两百块钱给你 算了算了算了 来来来 我给你缩了算了算了算了 再少两百块钱 没事没事不占你便宜 你干啥是吧 我给你缩了请你吃 你这麻烦连他占你的便宜也没意思是吧 你这麻烦连他占你的便宜也没意思是吧